一航天员是用等量的钻石堆起来的,1998年1月,经过预选、初选、复选和复审四个阶段的严格选拔,我们这12名预备航天员正式入驻坐落于北京西北部的航天城,其实,这是中国第二次航天员选拔,1970年下,中国准备从约1000多名飞行员中选拔航天员,其中许多都是当时的战斗英雄。 那时就差最后阶段的工作了,但是因为技术、经济等原因,在人飞船的工作暂时终止,航天员的选拔也假然而止,航天城里那座红色的两层小楼就是什么的航天员公寓,平时有士兵把手,即便是航天城内部的科研人员也不得进入,我们周一至周五必须住在这里,与外界隔绝,不能离开, 从此,我们便一同凝聚起来,成了最神秘,最难以接近,最不自由的人。 除了要求我们严格遵守,不对条令条例和纪律之外,航天员的生活是由服从最继续的管理,遵守最严格的纪律开始的。 航天员管理暂停规定,就有这样一些对常人来说,几乎不尽清理的五不准,不准在外就餐,接下运不准私自外出,不准与不明身份的人接触,不准暴露自己的身份,不准抽盐喝酒等等。 航天员的饮食规定也非常多,一日三餐都有营养工程师制定食谱,食物还要有量保存,采购食品要到专工商店,购买蔬菜要到京郊的绿色蔬菜基地,绝对不能像常人那样,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 当然没有人每天盯着你吃饭,但是否遵照了营养师的配菜要求,在体检时就能发现,基本上,我们三个月一次小体检,一年一次打体检,体检发现情况不对了就会找你谈。 我们平时一日三餐,吃的大多是家常菜,没有抱质之类的东西,食谱很平常,只是搭配更讲究,我一直喜欢吃肉,但按要求必须要改。 我就尽量忍着,让自己少吃肉,多吃菜,生活管理是全封闭的,平时我们建筑航天员公寓都要拿交钥匙,登记出入时间,虽然家就在同一个大院里,但不能回家,必须回宿舍,大家都很自觉,如果你跑到外边,无意中感染个什么病回来,不仅你的职业生涯断送了,而且还成了危害大家的千古罪人。 国家为了选拔一名航天员,可以说是费尽心机,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。 熟火书战斗机飞行员,是用等量黄金堆起来的,那么航天员就是用等量的钻石堆起来的。 2003年飞碟时期,我们进行着全封闭的训练,并迎来了首飞航天员的选拔,就在公布首飞航天员,前夕的9月30日,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的王志采访了我。 那时,防飞点还没有结束,要求我接受采访最好穿着防护服,可穿着它伤情效果又很不好,我和王志就都没有穿。 结果,为了保证我的安全,工作人员就用几个大电扇,一直对着王志吹,让他处于下风口,这样,他那边的气息就流通不到我这边来。 王志就这样一直顶着风采访我,那个采访场面对我来说很新鲜,估计王志也是第一次在人造大风中采访,我很感动。 而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,2003年10月15日九十整,神舟五号飞船的火箭尾部,发出巨大的轰鸣声,几百多高能燃料开始燃烧。 八台发动机同时喷出炙热的火焰,高温高速的气体,几秒钟就把发射台下的上千吨水化为蒸气。 火箭和飞船总重达到487吨,当推力让这个庞然大雾升起时,大漠颤抖,天空轰鸣,火箭起飞了,我全身用力,肌肉紧张,整个人收得像一块铁,因为很快就有动作要做。 所以全身挂住,眼睛一动不动的看着一表板,手里拿着操作盒,开始是飞船非常平稳,缓慢的时时升起,甚至比电梯还平稳,远不像训练中想象的压力那么大。 全身紧张的肌肉渐渐放松下来,火箭逐步的加速,我感到了有压力在渐渐增加,因为这种负荷我们训练时承受过,趋心变化甚至比训练时还小些。 我的身体感受还挺好,可就在火箭上升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,一般出现了,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的动,产生共振,人体对10赫兹以下的低频振动非常敏感,它会让人的内脏产生共振。 而且这个新的震动叠加在大悦略测的一个负荷上,变得十分可怕,共振是以曲线形式变化的,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,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,我觉得自己快不行了。 当时,我的脑子很清醒,共振持续了26秒后,慢慢减轻,当从那种难受的状态解脱出来之后,一切不是都不见了。 我感觉到从没有过的轻松和舒服,熟视千军重负,熟通一次重生,我甚至觉得这个过程很耐人寻昧,但在痛苦的极点,就在刚才短短一刹那,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。 飞行回来后,我详细描述了这个难受的过程,经过研究,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解到,飞船的供卷主要来次火箭的震动,之后改进了技术工艺。 解决了这个问题,在神舟六号飞行时得到了改善,在升旗飞行中航舰员几乎感觉不到震动。 回到地面后,我看到了升空时传到地面大厅的录像,画面是定格的,集中的我一动不动,甚至眼睛也不眨,地面的工作人员谁也不敢滋生。 都担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,三分二十秒,在整溜罩打开后,外面的光线透过弦窗一下子照进来,阳光很侧眼,我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,就这一下,指挥大厅有人大声喊道, 快看啊,他眨眼了,立位还活着,所有的人都鼓掌欢呼起来,飞船此后的飞行非常顺利,几十分钟时,最后一级火箭跟飞船分离,飞船没有推力了,身体感觉猛的往下一骑,我意识到了已经处在飞重力环境了。 这时,被束缚带固定在座椅上的我,突然感觉离开了座椅,不贴着它了,我注意到飞船里的灰尘铺的一下,全起来了,只见所有的束缚带,在飞船里用来固定物体的绳子,全都竖了起来,微微摇动,颇有韵律感,就像湖水中的水草一样,在水中蓬勃生长,舞动着生命的活力。 我已真正进入茫茫太空,身在太空中吃饭,睡觉,刷牙,洗脸,太空飞行,无论工作,还是生活,都有着不同寻常的体验。 我在太空吃了三顿饭,航天食品可以根据航天员给人口味搭配,像我喜欢吃辣,喜欢吃水煮鱼,就给我准备一些辣味食品。 据调查,航天员最喜爱的食品就是榨菜,因临近中秋,带上去的月饼较多,在船舱里,我把特质的小月饼扔起来,让它漂浮着,然后过去一口吞掉。 我还把饼干一个个排列起来,之后按顺势逐个吃掉,刷牙,洗脸还比较好办,漱口就用一口一块的消毒口香糖,在嘴里浇五分钟就行了,洗脸就用脸清包。 就是用一块镜油箱毒护理液的湿毛巾擦脸,带上厕所比较麻烦,由于上天前采取灌肠,吃地残渣食品等措施,我两三天都不会有大事。 小便的解决方案有两个,一个是类似于尿不湿的东西,还有一个是类似的倒尿系统。 人在太空的失重条件,下睡觉不受自视限制,可以躺着,坐着,也可以站着,甚至还可以倒立着睡觉,因为那里没有上下之分,也没有一托可依,只能在飘洞中睡觉。 但睡前一定要固定住自己,否则睡着后,会在舱内飘来飘去。 睡眠时,一定要将双手束在胸前,以免无意中碰着仪器设备的开关。 在失重状态下,人睡着了,偶尔会产生头和四肢,躯体奔离的感觉。 有资料说,国外曾有航天员在睡一门龙间,把自己的手臂当成了向自己叫来的怪物,吓出一身冷汗来。 虽然程序舍定,我有六小时的休息时间,可我只睡了半个多小时,实在舍不得睡,因为在太空的时间实在太宝贵了。 事实证明,我在太空所有的经历都有它的价值。 在返回地面后,在一年多时间里,我回答了可言人员的几百个问题,涉及了人行天工程的方方面面。 后来,神周六号比神周五号,有了一百八十多箱改进。 比如说,我落地时麦克风把我的嘴嗑了一个口子,流血不止,就因为麦克风的造型有个零。 盖进后它变小变平了,外在一层海绵,确保下次航天员不会再受伤。 四肢间无法解释的怪现象,神秘的敲击声,飞船出了侧控区,进入了短暂的夜晚。 我突然发现窗外特别亮,而且那亮光神秘的一闪而过。 我大吃一惊,忙顺着巡窗向外寻找,可闪光却消失了。 我迅速回到了仪表板前,翻开各种数据,检查飞船的各个系统,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 当飞船飞到阴影区的时候相当于黑夜,我早早的在写窗边等着,想看看是否还有类似情况发生。 但闪光并未出现,在太空中一旦遇到突发情况,感觉到不正常。 紧张的出了哈,但我必须找到原因。 我又一次拼命的去翻数据,查看仪表板,连毛钉都检查了一遍,使劲的想,是什么会带来光亮呢? 在第三次进入黑天之前,我依然在悬窗前等待,亮光一闪,贴着地面有一个光注意闪, 将太空瞬间照亮,随即消失在黑暗中,原来,那耀眼的亮光是地球上的闪电。 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,在太空俯瞰,一阵阵的闪电像是盛开的丝状花朵,而闪电接连出现时则犹如一片火海。 我在太空望到另一个之间仍然人影不明的情况,就是时不时出现的敲击声,这个声音也是突然出现的,并不一直想。 而是一阵一阵的,不管白天还是黑夜,毫无规律,不知什么时候就响几声。 不是外面传进来的声音,也不是飞船里面的声音,而仿佛是谁在外边敲飞船的船体,无法描述它。 不是钉钉的,也不是当当的,而是更像拿一个木头锤子敲铁桶。 咚咚咚咚咚,我心里很紧张,生怕哪里出了问题。 每当响声来的时候,我就趴在悬窗那里,边听边看,试图找出响声所在,却什么也没发现,而飞船内部也没发现任何问题。 飞行时,对声音变化是很敏感的,飞船哪个地方稍稍有点什么动静,都会让人心惊肉跳。 怎么会有这个动静,飞船运行一直很正常,可回忆的敲击声却不时出现。 回到地面后,技术人员想弄清楚这个神秘的声音,到底来自哪里,就用各种办法模拟它,那些路易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听,我却总听着不像,直到现在也没有确认,那个声音再也没有在我耳边完全准确的再显过。 在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飞行时,这个声音也出现了,我告诉他们,出了这个声音别害怕,是正常现象,五百航时弦窗忽然出现大片烈蚊,10月16日43时1分,我接到了返航命令。 飞船返回,是一个特别的阶段,人类律次太空飞行证明,返回阶段是最容易出现事故的阶段。 人类自从开架在人航天活动以来,已有22名航天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,其中11人,就是在返回着陆过程中牺牲的。 会出现意外吗? 我的脑海里也曾闪现过这个问题,但我马上就否定了它,从起飞到在太空中的所有过程都是顺利的,返回也理应不会有问题。 五十三十五分,飞船开始在343公里高的轨道上制动。 就像刹车一样,飞船先是在轨道上,进行180度桥子,返回时要让推进舱在前。 这就是要180度掉头,我能清晰的感受到飞船持续减速。 再向地球靠近,制动发动机关机,五十五十八分,飞船开始减速,脱离原来的轨道。 进入无动力飞行状态,此后的飞船飞行,并不是自由落体,而是使用胜利控制技术,按照地面输入的数据。 瞄准理论主路点,依靠飞船上的小型发动机不断调整姿态,返回轨道向着陆场飞行。 如果出了故障,胜利控制失效,飞船返回就会是弹道式的。 不可控制下来,像2008年4月19日,韩国德里素颜达成俄罗斯,联盟T们遥遥飞船,与美国航天员和俄罗斯航天员一同返航时,飞船就是以弹道式着陆的。 当时偏离预定地点420公里,航天员除了遭遇颠簸,还承受了最高时隔离的过载,李素颜因此受伤。 64分,飞船飞行至至的100公里,逐步进入稠密大气层,这时飞船的飞行速度很大,遇到空气阻力,它急剧减速,产生了几四个的过载。 我的前胸和后背,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,这种情况已经训练过,我应付自主。 跨速飞行的飞船与大气摩擦,产生的高温把弦窗外面烧得一片通红。 紧接着,在通红的窗外,硬红的白的碎片不停划过,飞船的外表面有耐高温的防烧石层,随着温度升高,开始波落。 它波落的过程,终会带走一部分热量,但接着看到的情况,让我非常紧张。 我看到右边的仙窗开始出现裂纹,外边烧得跟炼钢炉一样,玻璃窗却开始出现裂纹。 那种纹路就跟强化玻璃被打碎之后那种小碎块一样。 这种细细的碎纹,我眼看着它越来越多,说不恐惧那是假话。 你想啊,外边可是1600度至1800度,超高温度。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的情形,飞船急速下降,跟空气磨砂产生的激波。 不仅有极高的温度,还有尖锐的呼啸声,飞船带着不小的过载,还不停震动。 里面咯咯吱吱乱响,外面高温,不怕,有碎片划过,不怕,或再也能承受。 但是一看到窗玻璃开始裂纹,我紧张了,心说,完蛋了,这个弦窗不行了。 当时突然想到,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就是这样出事的。 一个防热板先出现一个裂缝,然后高热就让航天气解体了。 现在,这么大一个弦窗坏了,那还得了,先是右边弦窗出现裂纹。 等到它裂到一半的时候,我串着头一看左边的弦窗,它也开始出现裂纹。 这个时候我反而放心一点了,哦,可能没什么问题,因为这种护照重复出现的概率不高。 当时还没有明白到底怎么回事,就想是不是因为玻璃是两层的,是不是里边的这层不裂就没问题。 回来之后才知道,飞船的弦窗外做了一层防烧涂层,是这个涂层烧裂了,而不是玻璃窗本身。 为什么两边不一块出裂纹呢?因为两边用的不是同样的材料。 此时,飞船正处在黑帐区,离地大概80公里到40公里。 之所以造成黑帐现象,是因为飞船与大气剧烈摩擦。 在飞船四周产生了一个等离子烧,使飞船的无线通信与外界隔绝。 这时飞船无法和地面或其他方位的任何人联系。 我那时真是有点紧张,当飞行到距地面40公里时,飞船飞出黑帐区,速度已经降下来了,上面说到的异常动静也已减入。 我检测飞船后,与指挥员联系,并连向我报情况,说着陆场温度多少,风速多少。 与此同时,等待多时的直升机迅速捕捉到了飞船发出的讯号,并开始搜索或救援行动。 六对折磨人的就是开伞,一个关键的操作,抛伞,即将开始,这时旋船已经烧得黑乎乎的,我坐在里面,怀抱着操作盒,并吸铭闪的等着配合程序,到哪里该做什么,该发什么指令,判断和操作都必须准确无误。 六时十四分,飞船距地面10公里,飞船跑开降落扫盖,并迅速带出引导伞。 这是一个激烈的动作,伞外便有个感,以爆炸开启的电爆发连接,离地10公里11校自炸开,它飞出去,同时把一导伞带出来,能听到哼的一声,非常响,164分贝,握在里边感觉被狠狠的疑惯,瞬间固在很大,对身体的冲击也非常厉害。 接下来是一连串快速动作,引导伞出来后,它紧跟着把减速伞带出来,减速反而飞船减速下落,16秒之后再把竹伞带出来,竹伞有一千二百平方米。 这时它不完全打开,一下子打开突然减速太厉害,人受不了了,材料也受不了。 它有一个巧妙的收口设计,这时它收着口,只打开一个相对较小的面积。 在收口处有绳连着,进一步减速之后统一动作,一个刀一样的东西把绳同时切断了,竹伞才会完全打开。 这是一个二十几秒的连续过程,人在里边是什么感受呢? 其实最折磨人的就是这段了,随着一声巨响你会感到突然一减速,引导伞一开,使劲一骑,这个劲很大,会把人吓一跳。 减速伞一开,又往那边一拽,竹伞开始又把你拉到另一边了,每次都相当重,非常晃荡很厉害,让人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我后来问过俄罗斯的航天员,他们不给新航天员讲这个过程,就怕他们害怕,我回来讲了,给神流和神器的战友每一步都讲了,让他们有思想准备,告诉他们不用紧张,很正常。 后来,神周六号和神周七号都有红板,能看着开伞,这比较让人放心,我那会儿还没红板,地面人员也看不到,完全扣握凭感觉报告。 在竹伞完全开好之后,飞船已十米每秒云速下落,这时没有过再了,唯一的感觉就是晃荡,现在晃荡,竹伞开了之后,只有一根绳掉着飞船的一边,晃晃悠悠的,但这时候真是无法形容心里那个舒坦。 特别放心,伞很大,1200平方米,落地再怎么种,最多也就受点伤,安全了,成功了,生命肯定没问题了,肯定可以完成任务了。 离地面5公里的时候,飞船抛掉放热大地,露出缓冲发动机,同时竹伞也有一个动作,它这时变成双吊,飞船正了,被摆正的飞船在风中晃悠着落向地面。 随即,座椅自动提升起来,打开检震装置,或打开电台,再一次检查它内物品,扎和束缚带,固定好自己,之后盯着仪器,同时像起飞时那样用力收紧肌肉,等着飞船接地的瞬间。 接地时,我第一个要做的是判断是否落在实地,第二个要做的是切洒,再确认落地之后,要及时把伞切掉。 伞不接的话,它会乘风带着飞船跑,以前做实验的时候,这个1200平方米的大伞带着像球一样的返回舱,顺风跑起来汽车都追不上,而且它还边跑边颠簸,人在里边会被颠坏,飞船离地面1.2米,换冲发动机颠火,接着飞船通的一下落地了。 我感觉落地很重,飞船弹了起来,在它第二次落地时,我迅速按了切扫开关。 飞船停住了,此时是2003年4月16日,6时23分。 在内蒙古四字王旗阿木古郎草原附地,距离论着陆点四点吧,公里,而这一时刻,正好是天安门当天真国旗的时刻。 这是一个无法设计的巧合,后来证实,当时的风比较大,另外散有很多地方破了,所以落地力量很大,但我却算非常及时。 只蹦了一下,跑离第一次落地地点,大概十几米,飞船落地使我感到嘴上硬盲,心想坏了,肯定磕破了。 我把面窗打开,伸手一摸,血流了下来,手边没有别的东西,我就开始用里面的布手套在那里擦,擦了半天,也没能止住。 麦克风不规则的棱角,因着陆时巨大的冲击力使杨利为嘴角受伤,它是马脸鲜血地打开舱门的。 后来,脸上的血迹被擦干了,重开了出舱画面,但我顾不得它了,我的把舱内的一些操作完成,打开信号大射器,尽快和指挥部联系。 我向指挥部报告,我是神舟五号,我已安全着陆,正是嘴里有血的血泪,落地后飞船倾倒了,我是头冲下,脚朝上,身体被座椅压着,跟落地水连动也动不了,总不能就这样等着来人吧。 等报告完后,我稳定了一下,之后把束缚带解开,一用力翻了下来,那一刻四周寂静无声,闲窗黑乎乎的,看不到外面任何景象。 过了几分钟,我隐约听见外面有人喊叫的声音,手电的光从弦窗上模糊地照过来,手电在烧黑的窗玻璃上晃啊晃,外面的人在一声声的叫着,整叮叮那当地拿工具,我马上打开飞船舱门的平衡阀,从里面解锁,我听到外面插上钥匙,舱门动弹了。 我心里那个高兴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